極限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可以證明說它是不是趨近的時候 然後會等於那個東西 所謂這個趨近於4的時候 2分之1等於2 這種極限的數學定義就是說 我要找到一個很小很小的東西 讓它會滿足 比這個Amazon更小的條件 所以其實極限有點像是一種辨證法 那在這個辨證過程當中 你知道說我永遠可以到那麼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極限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它有兩個方向 以一個二維空間而言 它會有左極限和右極限 那什麼叫做左極限 什麼叫做右極限 那你就可以看到像這種 是有這種有斷點的 這種有斷點的在這裡都是連續的 所以它中間的極限是存在的 OK 但是到了這個斷點上面 它的左極限跟右極限 所趨近的值是不同的 左極限跟右極限趨近的值是不同的 這時候其實它就代表極限不存在 在這一點上極限不存在 那OK 那這是我們的一些術語 那所以當你去算左極限、右極限 所謂左極限就是趨近於1負 就是1往1比較小的那邊 那趨近於1正就是往1比較大的那邊 如果你兩邊算出來它的趨近是不同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它就不連續 它就不連續 那連續在微極分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證明說 Limit S趨近於1 然後這個是C有天花板 C有S的極限不存在 那我們就可以先用反正法 假如它存在 那假如它存在呢 我們就可以說 那它的極限就等於某個時數b 但是這根據定義呢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 那它勢必要找到 就是說不管Amazon多小 它這個都要能夠找出一個 比你更小的delta範圍 使得這個絕對值會比你的Amazon還小 但是事實上呢 你光是0.1它就做不到了 不要說多小了 0.1這件事情做不到 因為不管你的delta多小 只要delta大於0 那S-1小於delta 就代表說負delta小於S-1小於delta 那也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呢 當S-1等於1-2delta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是 seal會是取1 對不對 因為它的天花板 比這個1-2delta還大一點點 就會是1 但是如果另外我取一個 S-2是1加1-2delta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它就超過1了 超過1它的天花板就會是2 所以一個1一個2 兩個之間的距離為1 所以不管你B怎麼取 它都不可能同時滿足 小於0.1的這種要求 所以就證明了這個 seal函數在1的這一點 極限不存在 好 這個東西要會證 其中考也會考 OK 好 那所以你也 我們這邊就再有一個習題 請你證明 limit S居近於0 sin1的極限不存在 好 那這邊還有再一個範例就是 limit S居近於1 那S平方 它極限是存在的 那S平方的極限是1 我能夠證明它存在嗎 那證明存在的方法一樣 就是對於Amazon大於0 我要找一個delta大於0 使得在這個條件之下 S-1小於delta的情況之下 S平方-1要小於Amazon 我要怎麼做呢 那我就要先把S平方-1 先拆解成這個delta的組合 然後再去看 OK 那我可以取一個delta 這個delta很小 小到什麼程度呢 是根號1加Amazon-1 如果我取的是這樣的話 那它的S平方-1一定會小於Amazon 所以我們就證明了 limit S居近於1 S平方等1 好 這些都是會考的 但是我很快講過去 不過請各位不要因此而不會 雖然我講得很快 你必須要看懂 而且要會證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 已經看完那些所謂的極限的基本證明 那極限其實它有一些性質 這些性質像加法特性 乘法特性 除法特性 加法特性就是 如果FS在C這一點的極限存在 GS在C這一點的極限也存在 那AFS加BGS它的極限也會存在 而且會等於這個樣子 會等於A 乘以Limit S居近於CFS B乘以Limit S居近於CGS 這很合理嘛對不對 假設FS在C這一點的極限是2 G在S居近於C的極限是3 那2加3 就是說假設A和B都是1的話 那2加3是5 它加起來會趨近於5 很合理啦 2加3趨近於5 2加3就是5 所以極限是2的東西 跟極限是3的東西 它加起來極限會是5 它講的就是這件事情而已 那乘法特性一樣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一個趨近於 一個趨近於3 那兩個乘起來的極限 那就趨近於6 OK 所以這很合理 如果一個趨近於2 一個趨近於3 那兩個相除的極限 就是3分之2 但是有一個條件 這個G不是0 GS如果是趨近於0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了 因為1除以0 到底是多少 那個極限就會不存在 所以要排除這個 GS不是0的情況 所以這裡我們已經看完了 微積分的一些很簡單的 應該其實比較簡單 它是很基礎的 很基礎的 但是這個基礎其實不見得很簡單 請小心 那我們要給各位證明的時候 各位要證明出來 那接下來要看的另外一個概念 剛剛講的是極限存不存在 那現在要定義為積分裡面的第二個概念 叫做連續 什麼叫連續呢 如果函數FS在S等於C這點的極值 這點的極值存在 那我們就說FS在S等於C這點是連續的 OK 即時存在而且是FC 那我們就說它在這點是連續的 同樣的如果函數FS在定義的每一點都是連續的 我們就稱FS是一個連續函數 所以它現在在做什麼 在很嚴格的定義 什麼叫做極限 什麼叫做連續 因為只有連續函數才可以微分 不連續函數是不能微分的 OK 所以它為了微積分的微分 它要建構一個堅固的基礎 所以它要去講連續的嚴格定義和極限的嚴格定義 知道這個意思嗎 好 所以如果有些函數呢 它是整個函數都連續 不管S值是多少到哪裡都連續 那這種就是完全就是一個連續函數 但是有些函數不是 有些函數它是會斷掉的 那這種會斷掉的 我們就稱它在某一區斷連續 沒有斷掉的那一區是連續的 斷掉的那區就不連續 像剛剛的Seal Seal的那個天花百分數就是 在一到二之間其實都連續 那在一那一點是斷掉的 在二那一點也是斷掉的 那一和二那一點是不連續 但是一到二之間是連續的 那所以呢 這裡就有分了 一到二之間到底是開區間還是必區間 也說你到底是畫空圈圈還是畫實行圈圈呢 畫空圈圈跟實行圈圈是不一樣的 空圈圈的話是在那一點是不連續的 但是往後是連續的 實行圈圈呢是在那一點也連續 然後往後也連續 OK 但是問題是在那一點可能就只有 左極限或右極限 是連續的 你要區分的開 那所以當你是開區間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種圓括號 當你是B區間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種方括號 那這邊要小心 所以什麼叫做函數的連續或不連續呢 我們可以看一個例子 像這個例子 s分之sin s s分之sin s 它的圖大概長這個樣子 但是這裡有一個畫不出來的地方 畫不出來的地方就是 這一點的值不存在 在0這一點因為sin0出於0 0出於0不存在 所以在0這一點其實它是空的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就叫做可移除不連續 因為移除掉0 其他都連續 這種叫可移除不連續 那另外一種是像這樣 比如說這個hs 它在小於0的時候我定義為0 在s等於0的時候我定義為1 2 在s等於1的時候我定義它是1 就是s大於0的時候我定義它是1 s大於0定義是1 s小於0是定義是0 那s等於0定義1 2 所以它就會造成一個現象 是這一條 這是小於0的 這一條是大於0的 這一點是等於0的 那也就是說它在這裡都連續 這一段都連續 但是到了這裡呢 欸 跳空 所以在0點不連續 那到這裡呢 又連續 所以這種稱為跳躍不連續性 跳躍不連續性 像sir和flow都是一樣 sir和flow那種天花板地板 那種在整數點都是跳躍不連續 這樣可以理解嗎 ok 另外還有一種像這樣的 你看 這個呢 x分之1 當它大於0的時候 它這邊趨近於0它會趨近於無限大 有沒有 0分之1嘛 會變無限大 當它小於0的時候變成-0分之1 變-無限大 所以一邊趨近於負無限大 一邊趨近於正無限大 這種叫做無限不連續 無限不連續 那這些只是在告訴你一些性質 就是說不是所有函數都連續的 有很多種不連續的情況 ok 那這是需要小心的 那當你在做證明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有一些這種情況 你的證明沒有照顧到 那你的證明就是錯的 那證明基本上有一個反例 證明就是錯的 你一旦證明了就不能有反例 至少有反例你要事先排除 事先在條件下 在什麼條件之下我證明了這件事 ok 但是如果你沒有在什麼條件之下 你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條件我都證明了這件事 那你的證明就是錯的 因為它是有條件 你沒有把條件講清楚 那就是錯的 ok 那所以這裡要小心的 就是說如果連續函數的特性 加法特性 如果在C點連續 加法完也是連續 乘完也是連續 那這個剛剛已經講過 除完 條件是 GC不等於連的時候 這樣它也會連續 那組合的特性就是 G of F of S 這樣也會連續 如果它在C點連續 而且G S在 F C這一點連續的話 那G F S也會是連續 那有界性就是 在一個B區間裡面 連續的話 那它在區間A B當中 必定是有界的 一定是有界的 不會是無窮大的 好 那接下來就可以 可以開始看到真的微分了 微分就是取導數 取導數 導數就是切線的斜率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導數 已經開始真的進入微積分 剛剛前面我們都還沒在 進入微積分 還在講一些嚴格的定義 但現在我們要講導數 因為導數 我們表達成這個符號 D F S over D S 或者是D S分之D F S 那這時候 它的意義其實是說 我取這一邊的 這樣的斜率 但是呢 我讓ΔS特別小 趨近於0的小 所以當ΔS趨近於0的時候 那這個ΔY除ΔS 意思就是 F S加ΔS 去減掉F S 除以ΔS 那這個通常 這個是正式的 正式的繁雜寫法 繁雜寫法 只有在我們一開始 證明的時候會用 等到後面的時候 你已經會了之後呢 我們就不再用這種繁雜寫法 我們會用簡單寫法 F S或者是D S分之D F S 那這個函數 F S 就稱為F S的導函數 或微分式 OK 那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微分的定義 就是這個算式 F S就是這個 也就是Limit的這個意義 極限的這個意義 那這裡就要開始 又要再定義一個 就是說 OK 那連續函數 是不是一定都可微分 是不是所有的連續函數 都一定可微分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現在要定義什麼叫可微分 或可導這件事情 那如果F S在S等於C這一點可微分 它必須要滿足一個條件 就是說 F'C也就是D S分之D F S 然後在C這一點 在C這一點 我這裡忘了寫 畫一個直線 然後寫S等於C 就在C這一點 然後呢 它的左極限 就是左極限 這個夾是右極限 這夾是右極限 減才是左極限 右極限跟左極限 兩個的極限是一樣的 右極限跟左極限 兩個的除以Delta之後 除以DeltaS之後 的數值是一樣的 這時候我們才說 它是可微分 這跟剛剛的連續 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的連續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是連續直取上面 沒有除DeltaS 但是呢 倒數 我們是除了DeltaS 所以 連續的東西 不一定可微喔 那你要稍微想一下 有些東西很怪的 很怪的東西 你現在想會覺得很困難想出來 有些東西很怪的東西 不見得連續 就可微 但是可微一定要連續 如果可微分 就代表了它一定連續 但是連續 是不是一定可微呢 還不一定 那這裡 在Y等FS的圖形上面 在點AFA的接線 至少它不能垂直 如果垂直的話 就很怪 就是 就是它的血率會變無限大 那所以 它不能垂直 那下面是 維基百科 對於函數可微的條件的描述 或可導 可微或可導是同一件事 導函數嘛 那取導數 或者是微分 都是同一個意義 所以如果一個函數 它的定義是全體時數 也就是從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都有定義 那麼該函數 是不是在定義上 處處可導呢 不一定 那函數要可導 要有一些條件 第一個 一定要連續 一定要連續 像這樣子的話 就不連續 在這一點上面 就沒有辦法微分 那如果是在其他點上面 它是可以微分的 而且它的血率是多少 在其他點 以這個函數為遠 其他點的血率都是0 對不對 水平線嘛 水平線 所以其他點的血率都是0 所以它的微分是0 但是呢 在這一點沒辦法算 因為它根本就 就不連續 好 那所以呢 你如果要證明 它不連續 那你就要按照剛剛的那種 趨近於0加 或趨近於0減的方法去證明 好 但是連續性不保證可為 函數即使是連續的也不一定可為 那事實上還存在一種函數叫做變態函數 變態 變態函數 那這個變態函數真的很變態 怎麼說呢 1931年 這個巴拿赫 他提出了一種函數 那這種函數很奇怪 那後來他甚至證明 絕大部分的函數都是病態函數 也就是說 不病態的其實是很少 病態的比不病態的還多 只是你要去構造這個病態函數要用無窮大去構造 所以很少人會想到這一點 什麼叫用無窮大去構造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定義是左導數 就是趨近於0負的 趨近於某一點負的那是左導數 那趨近於某一點正的那是右導數 右導數 那左導數一定要等於右導數 這樣才是連 就是極限會存在 好 那這邊 就有一個函數是絕對值 你可以看到 這個絕對值函數 它是不是所有的點都連續 對不對 絕對值函數所有的點都連續 但是它是不是可為呢 大部分的點都可為 以這一邊而言它的斜率是多少 1嘛 對不對 以這一邊而言它的斜率呢 是-1 對不對 那什麼點它不可為 0這一點有個角 有個角的東西就是不可為分的 因為它的左導數跟右導數是不一樣 左導數是1 對 左導數是-1 右導數是1 兩個不一樣 那會導致說它左導數跟右導數 兩邊的微分是不同的 不同的話就不可為了 OK 所以每一點 就函數在一點的左右導數都存在 而且還要相等 存在不夠 還要相等 這樣子才說那個函數在那一點是可以導的 可為分的 OK 所以存在還要相等 那病態函數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病態函數到底長怎麼樣呢 其實有一個叫Wes-Truth的函數 Wes-Truth 這個函數呢 它的定義是這樣 fs等於sigma n等於0到無限大 請注意這個無限大是關鍵 這個無限大是關鍵 a的n四方cos b的n四方πs 你就會發現很奇怪 因為cos本來是余選函數嘛 那b的n四方πs 照理講它就是根據n不同 它的震盪的頻率不同 那a的n四方的話 它會是越來越大的 越來越大 如果a大於0 a大於1的話 如果是a小1的話 它會越來越小 越往兩邊越小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它是把n等於0sigma到無限大 就是取總和取到無限大 這時候呢 這個頻率會無限高 它頻率一旦無限高的時候呢 每一點就都不可能微分了 頻率無限高 頻率無限高 你的sign的震盪 會無限密集 無限密集的震盪 你怎麼微分它 沒辦法微分 所以這個函數就被稱為病態函數 而且它的特性是 這種函數處處連續 每一點都連續 但是處處不可為 每一點都是連續的 每一點都不可為分 就像這樣的病態函數 好 那找出這個函數的數學家 應該也很病態了 就是 他想到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用算式把它寫出來 而且中間有個無限大 那確實 這個確實是 很詭異的一個函數 但是 這種函數多不多 如果你可以允許這種sigma到無限大的話 那應該到處都是這種函數 我隨便把某些函數 把它把它從0取到無限大的加法 那如果那些函數不是每一個 就是它會有震盪的話 震盪會越來越密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病態函數 OK 所以這病態函數 它存在 好 YS12 提出這個函數之後 就改變了整個 數學家 對連續函數的看法 因為之前都會覺得 大部分函數都會連續的 現在提出來說 其實錯了 大部分函數都是病態的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真正的 微積分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微分 什麼叫微分 那F在A點的導數存在 那我們就說 函數F在A點可微分 導數存在就是可微 OK 所以可微分一定連續 但是連續不一定可微分 像剛剛的角形函數 在0點 絕對指函數在0點 有沒有 絕對指函數在0點 不能微分 另外像Wes-Charles的那個函數 病態函數 它根本就每一點都不可以微分 但是它每一點都連續 OK 所以可微的必定連續 但連續不一定可微 那這對數學家來講是很重要的 但是對我們電腦的人而言 好像不太重要 對不對 數學家很在意這種問題 但是對電腦的人而言 雖然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你從這裡 學到數學家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你要能夠去欣賞各個領域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大學的意義 你為什麼要來念大學 而不是直接去修水電 其實各位如果要賺錢 現在去修水電會賺比較多錢 而你來念大學其實是浪費了機會成本 浪費什麼機會成本 你花了四年 但是沒有學到專長 那如果你現在去學修水電 四年之後你就是水電大師 你出去接案子 接一接 有些水電你要一個月賺到十幾二十萬 也是可以的 所以來念大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至少要了解說 人家學術上面有哪些東西是美的 有哪些東西是好的 有哪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我不只是會修 我還了解它的原理 我欣賞這種原理之後 我還可以創造出新的東西 我了解這種原理之後 我可以用在比較高深的地方 譬如說你去修水電 你不需要回電磁學 你有看過哪一個修水電的在研究電磁學 很少 但是你要做高頻無線通訊 你需要電磁學 OK 那這領域就不一樣了 有些東西很實用 那你如果要賣菜的話 你只要會加算加減 通常只要會加就好 減 找錢的時候用到 成 還用得到 因為你買很多個 廚 通常很少用到 對不對 OK 所以你只要會加減成 賣菜就差不多夠了 那你要是修水電 基本電磁學會就夠 那你為什麼要來念大學 如果你沒有學習去欣賞這種 學術上面的 美的事物 學習欣賞這種各種領域的 想法 刺激你 讓你可以有更深入的想法的話 其實不需要念大學 好 那我們這邊就要來看一些 微分法則 那這些法則呢 每一個 我們都有 很有可能在期中考的時候會考 我不知道會抽哪一個來考 你都要證明給我看 你要證明給我看 譬如說 f s等於c 的話 那f's 會等於0 c的微分是0 因為常數嘛 常數是水平線嘛 水平線的斜率不就是0嗎 OK 好 那你要證明這件事情 回到定義 回到定義 你LimitΔs 去近於0 ds分之dc 是什麼 ds分之dc 那就是 fs加Δs 那時候是c嘛 減掉fs 還是c c-c0 除一個Δs 0 是不是很容易想 但是有些就沒那麼容易想 像這個1的s次方 光是1就夠難 1是那個自然底數的 那個自然對數的底 那這個1就夠難了 你看它s次方我怎麼想 就會有點困擾 那結果它的微分居然是它自己 所以這個就重要 一個東西經過某個運算 會是它自己的 那這個東西 就在線性代數上面 我們通常叫特徵值 那在一些結構上面 我們會稱為它是特徵的元素 或基本元素 那個運算的基本元素 或單位元素 那這種就會很重要 所以1的s次方 這個函數在微跡位裡面很重要 好 那指數 A的s次方的微分 變成A的s次方LNA 這就沒有那麼簡單的對不對 你要證明這個 你首先必須要有前面的一些定理 LNS的微分是x分之1 LN以A為底的s的微分是xLNA分之1 OK 比如說LN10 of x 是xLN十分之1 好 這些呢 如果你在高中的時候 教你背公司背起來 但是我們現在是大學 每一個我都有可能考 每一個都有可能會叫你 期中考的時候來證明 作業的時候我們會錯 正弦函數 sine的微分為什麼是cos 為什麼 那余學函數 cos的微分為什麼又是fuSine tang的微分為什麼是second平方 難道是背起來嗎 我們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叫各位背 所以期中考的時候 如果你有任何公司忘記了 你就直接問我 我會寫在黑板上給你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背 當然有一些東西你不完全是不背的 比如說一加一等於二 你應該不會希望我寫在黑板上給你 這個東西已經變成常識了 對不對 那 那種東西就不要再叫我寫黑板 但是其他的大部分公司你忘記了 你都問我 好 那再來 cotangent的微分是fuCosacent second的微分是tangent second cosent的微分是fuCosent cotangent 那另外反正弦函數 cocent的微分是這個 1-x平方分之1 跟開根號分之1 那這個比較少用到 反三角函數比較少用到 但偶爾在比較複雜的問題上面可能會用到 你不用記 不用記這個 這個 了解它的原理就好 反正切的是這樣 微分 反鱼切的微分 反正哥的微分 反鱼哥的微分 OK 就是arc cosecant arc secant arc tangent arc tangent 這些的微分 那微分也有一些代數特性 什麼叫代數特性呢 譬如說 dx分之dcfx 那你可以把c提出來 常數可以往外提 也就是說cfs'等於cf'x 這個可以證明 那這些呢 我們就會讓各位去證明 加法規則 dx分之dx分之dx dx分之dx分之dx dx分之dx dx分之dx 怎麼證明 回到定義 用limit delta s 去均於0 fs加delta s 減掉fs 的那個去證明 當然g也是一樣 那兩個合起來 怎麼樣呢 就要證明這件事 那乘上常數呢 一樣是可以的 那如果兩個函數相成呢 fg 那它的微分式會變成 fg'的微分式會f'g'加fg' 這可以證明 比較困難 用有成的就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只有加的是比較簡單 那我們的考試呢 我們一定會出個比較簡單的 要出難的再說 所以請你把那個簡單的把握住 你的考試就會及格 難得呢 如果你也把握住 你的考試就會近乎滿分 OK 那這邊就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兩個函數相除的微分 那它的公式用這個看比較容易 兩個函數相除的微分 就是g平方 就是這個母數的平方 分之gf'減掉fg' 指數的 函數的n次方的微分 函數的n次方的微分 先成nfn-1次方 所以nfn-1次方 然後乘以f' 不斷 練所規則 練所規則 那fg 就兩個複合函數的微分 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很容易記 你看 兩個複合函數的微分 fg會變成 dg分之df 很重要 好 所以呢 暫時我們先看到這裡 我們已經把微分的公式幾乎都告訴各位 但是為什麼 怎麼證明 這個是我們下禮拜才要講 那各位回去 建議各位稍微複習一下這一段 也可以事先把後面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上來這邊 下課